当我去接亲梅柳如烟时,却看到了她和十几个男男女女玩得不亦乐乎,场面十分混乱。 我强行将柳如烟扯了出来,却挨了她一记重重的耳光。 谁让你进来打搅老娘雅兴的,你就是老娘的一条哈巴狗,滚出去等着。 柳如烟想要甩开我的手,却被我死死拽住,几个男人的拳头对着我如雨点般砸下。 慌乱中,我用酒瓶砸死了人。 事后,没想到柳如烟不仅当庭指控我故意杀人,还发各种恶心的信息来刺激我爸妈,导致二老郁郁而终。 柳如烟用猙獰的眼神看着我,杨玲家破人亡的滋味如何,我冷冷地看着她,你不得好死。 在我出狱的前一天,她买通了里面的犯人,将我杀死在淋浴间里。 重生后,我又回到了她打电话给我的那天晚上。 杨玲小可爱,晚上九点记得来蓝宝石,KTV接我哦,么么哒。 听到电话那头传来柳如烟娇嘲嘀嘀的声音,我瞬间一阵反胃。 没错,我重生了,回到了我噩梦开始的晚上。 如果不是经历过一次,我或许会像个舔狗一样屁颠屁颠地答应。 但现在我知道,柳如烟是多么恶心歹毒的一个女人。 杨玲,你聋了,见我没有回答,柳如烟的语气瞬间变得有些不耐烦。 之前的温柔眨眼之间就消散得无影无踪。 对待我,她永远都是这么的肆无忌惮。 好,我说完,直接挂断了电话,重新回到自习室坐下,准备清北大学的自主招生考试。 手机屏幕亮起,我瞥了一眼手机壁纸上的人。 柳如烟长得非常标致,是个十足的美人胚子,走到哪里都能吸引一大批的目光。 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,在同一所高中就读,外加上我们两家是老相识。 小时候双方家长就定下娃娃亲。 从小我就将她视为自己的结婚对象,而她似乎也完全不排斥,甚至跟我的关系比别人都要好。 杨玲,我的寒假作业你帮我做了吧? 杨玲,这次的课上练习你帮我做一下。 杨玲,学校值日卫生记得帮我扫地。 后来我才知道,她不排斥,完全是因为需要我这个免费的劳动力。 本来我还在天真的幻想,幻想我们这辈子一起上重点大学。 然后找份不错的工作结婚生子。 结果一切幻想都在我推开,KTV包厢门的那一刻轰然破碎。 尤其是看到她在那几个男人的怀里成欢,我的怒火几乎难以压制。 自己的一片真心,真的是为了狗。 前世她不仅毁了我,还毁了我整个家。 柳如烟,这一世我也要狠狠地报复你,看着你坠入深渊。 我拨通了柳叔叔的电话,给她发了柳如烟所在KTV的地址,让她去接人。 之后我便没有再管,而是专心投入到清北大学自主招生考试的复习中。 这辈子,我绝不会因为这个女人毁了前途。 爸妈,我回来了。 夜深,我回到家,看到正在沙发上打瞌睡的二老,脸上露出一抹感动。 前世因为自己,二老被柳如烟活活逼死,成为了自己心里永远的痛。 感谢老天给了我一次重来的机会,这一世,我定要好好守护他们。 小林回来了,学习累了吧,饿不饿。 我去给你煮碗面,老妈起来往厨房走去,脸上写满了心疼。 儿子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,咱们平常心去看待,爸妈都相信你的实力。 老爸在我肩膀上拍了拍,眼中满是坚定和鼓励,我认真地点了点头。 结果我刚吃完面,老爸就接到一个电话,脸色微微一变,柳如烟出事了人在医院。 二,周祥,因为是老乡时,我们两家关系非常不错。 等我们来到医院的时候,柳如烟的母亲已经哭成了泪人。 看到我的依据就是,杨玲,我女儿跟你关系最好,你为什么不保护她,不管着她。 我听到这个话,心里满是冷笑,这母女两个还真的很像,出了事一时间甩锅给别人。 而且什么跟我关系最好,她不过把我当成工具罢了。 够了,这件事情怪不得人家小玲,是如烟就由自取。 柳叔脸色阴沉,眉头紧皱。 小玲,谢谢你,我知道她是什么意思,如果不是自己给柳叔打电话。 他们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女儿是什么德行。 本以为是个天天勤奋好学的好学生,结果私下里跟各种男女私混在一起。 后来我才知道柳如烟进医院的原因。 柳如烟有个男友,叫周翔,是我们高中全校倒数医的存在。 整天游手好闲,上课睡觉,甚至还和社会上的人员私混在一起。 那天,KTV就是周翔把柳如烟带过去的,这种场合她不知道去过多少次。 这次之所以打电话给我,是想让我帮着瞒她爸妈。 谁知周翔将柳如烟引荐给了几个自称的兄弟。 结果几人玩得太狠,柳如烟当场大出血。 所有人都慌了,周翔更是一时间开溜,丝毫不管柳如烟的死活。 如果不是柳叔及时找了过去,柳如烟恐怕已经没命了。 这件事情让我爸暴跳如雷。 这样不自爱的女人,是没资格进我杨家的门的。 小林,你是不是心疼柳如烟? 我爸的表情很复杂,以为我对柳如烟爱得太深,哪怕这件事情都没办法让我醒悟。 但我只是笑了笑,不是,这样的女人没什么值得让人心疼的。 我只是在思考马上要参加的自主招生考试的事情。 至于跟她的事,到此为止吧。 我要上清北,我有自己的光明人生。 那里面绝不可能包括柳如烟。 听到我的话,我爸如是重负,拍了拍我的肩膀,玩儿好样的。 接下来几天,我如往常一样上学,柳如烟的事情完全没有影响到我。 就在我几乎完全忽略掉了这个女人的时候,她突然出现在学校,堵住了我的去路。 而在她身边站着的人,就是周翔。 三,挑衅。 杨玲,那天你敢耍我,谁给你的胆子? 柳如烟双手环抱在胸前,一脸阴沉的质问。 自己乖乖女的形象在爸妈面前彻底崩塌,她将这个责任全部推到了我的身上。 笑话,真是太可笑了。 我没兴趣跟你说话,以后少搭理我。 我面无表情地说完,直接准备绕过他们。 周翔却伸手直接按在我的肩膀上, 其手臂上纹着花花绿绿的纹身,嘴里还叼着一支烟。 小子,你很狂啊,敢对我的女朋友这样说话。 我记得你以前是他的舔狗,怎么? 是看到他跟我在一起,你失措了。 随后周翔将柳如烟搂进了怀里,举止亲密放肆,故意挑衅我。 我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,没有任何的情绪波动。 周翔见没有将我激怒,心里非常的不爽。 他满脸凶狠地说道, 刚才你的话冒犯了我女朋友,给我女朋友道歉。 不然,我的拳头可不长眼。 周翔一把捏住我的衣领,满脸凶煞。 见我依旧没什么反应,周翔的耐心耗尽。 你他妈找死,沙包大的拳头举起,准备对着我的脸来一拳。 突然,一道立鹤声传来,周翔你要干什么? 住手。 四阴招,教导主任直接把我们三人叫进了办公室。 柳如烟,周翔,你们两个也不看看自己变成什么样啊。 尤其是你柳如烟,你跟杨林是邻居,不好好跟着他学习考重点,天天搞七搞八。 人家杨林次次名列前茅,全年级一,以后就是妥妥的清北高材生。 你们呢,自毁前途,他们二人被教导主任狠狠地批评了一顿。 老师,我先走了,我还要准备明天的自主招生考试。 我开口说道,原本严厉的教导主任立马露出关怀的笑容,去吧去吧。 我走到办公室门口,转头对上了周翔那双愤怒的眼睛,而我的嘴角露出了一抹得意的冷笑。 我并不怕会被周翔打,因为那条走廊有高清摄像头,而且是老师们的必经之路,而我是老师眼中的宝贝。 晚上,我依旧朝着自习室走去,这次参与自主招生的一共有五个人。 我们组成了学习小组。 面对明天的自主招生考试,我们都干尽十足。 毕竟只要能够听过自主招生考试,那能在高考分数上再加几十分。 直到自习室要关门,我们几人才一一离开。 独自走在没有路灯的小道上,我的内心没有恐惧,只有激动。 明天是我跨入清北的一关,这一关过去,我基本已经能够确定是一名清北大学生。 前世的自己因为柳如烟,不仅无缘清北,甚至人生净毁。 这一世,自己的人生必须璀璨。 我的脚步更快了一些,步子也变得更加轻盈。 父母肯定把我当成他们的骄傲吧,我要让他们骄傲自豪一辈子。 就在我即将走到大道上时,面前的黑暗中突然击射出两道刺眼的亮光。 我下意识抬手遮蔽眼睛,却能够听到引擎的轰鸣声游远极尽地传来。 内心警觉大起,一种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。 对方是冲着自己来的。 我一个侧身朝着旁边躲去,感受到呼啸的风在脸上吹过,心脏都快要蹦出来了。 躲过去了。 我长舒一口气,后背满是冷汗,刚才实在太惊险。 眼前的视线在慢慢恢复,周围的一切逐渐从模糊变得稍显清晰。 我朝着那辆摩托车的背影看去,想要知道是谁对我下手。 结果下一秒,一股强烈的剧痛感从我的头上涌变全身。 剧痛逐渐占据我的意识。 我强行转头,看到一个模糊的轮廓。 让我不好过,你也别想好过。 对方握着棒球棍的手再次砸下。 我应声倒地,感觉到滚热的液体覆盖了整张脸,意识迅速涣散。 但这道声音让我心中大惊。 是她。 这个歹毒的女人,前世毁了我的人生,现在还要断我前程。 物,苏承,杨玲。 在我意识彻底模糊的时候,听到一个喊声。 我来不及分辨,直接晕死过去。 等我再次醒来,已经出现在医院里了。 周围散发着刺鼻的消毒水味道,我的头上传来阵阵的痛感。 床边,我妈已经哭肿了眼睛。 我爸站在一旁,脸色阴沉严肃,写满了怒火。 小玲,小玲,你吓死妈了。 我妈的眼泪啪哒啪哒地砸在我的手上。 我昏迷了几天,我问道,我妈的脸色变了变,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 见他们这个表情,我已经清楚,自主招生考试已经错过了。 我爸叹了口气道,考试错过了就错过了你的安全最重要。 这件事情我已经给你们学校说了,由于那条路比较偏僻,没有摄像头。 你们学校已经在那边新增了一个高清摄像头,这件事情也会好好查清楚。 你安心养伤,那些凶手别想就这么算了。 我爸的声音很低沉,明显在压制内心的怒火。 我心里涌动着暖意,爸妈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。 刘如烟,没想到你这么没下险,在我背后使阴招。 但你觉得这样子就能毁了我的前程。 真是可笑。 我会让你跟那个周翔好好在一起,一辈子不分离,让你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痛苦。 周翔的家庭条件一言难尽,父母离异,跟着母亲,母亲天天不着家,完全不管他。 嫁到这样的家庭,绝对是灾难。 哼,柳如烟,上辈子害我家破人亡,这辈子我也让你好好尝尝这个滋味。 爸妈,你们放心,自主招生考试错过了就错过了,也就是加几十分。 不加分我也能考上清杯,我苍白的脸上露出一抹自信的笑容,这并不是安慰的话,而是来自内心的底气。 我的儿子真是好样的,不管遇到什么事情,自信最重要。 我爸的脸上浮现出满意之色,咚咚咚,敲门声响起,一张漂亮精致的脸叹了进来。 叔叔阿姨,我们来看杨玲同学。 这个女孩子我认识,是我们学习小组的成员苏诚,她身后跟着其余几个小组的成员。 苏诚同学,你们怎么来了?快坐快坐。 因为是单人病房,比较宽敞,我爸妈很热情地招呼他们坐下。 小玲,这次多亏了苏诚同学及时看到你受伤,不是他及时将你送到医院,后果不堪设想。 我妈连忙说道,我的眼中露出一抹震惊之色,原来后面喊自己名字的是他。 谢谢你,我对苏诚笑了笑。 苏诚脸上一红,你没事就好,那个你们聊,我和你爸去食堂看看有没有什么饭菜。 我妈带着我爸离开,就剩下我们几个小组成员,大家这才放得开。 杨玲,这次自主招生错过了,你准备怎么办? 听说学校领导正在努力帮你争取额外考试的机会,不过清北大学没有答应。 苏诚一脸关心地看着我,端着桌边的水杯为我喝水。 这两棍子下手很重,我现在随便动动,都感觉头痛欲裂。 没事,我正常的考试也能上清北。 你们都发挥得还不错吧? 几人笑着点了点头,只是苏诚眼底闪过一抹难以察觉的紧张。 杨玲,你怎么伤成这样? 突然,一道宛如噩梦般的声音传来,我的眼瞳猛的一宁,一团寒意弥散全身。 柳如烟,你还有脸来? 六,多多指教。 柳如烟跟着他爸妈一起过来,眼眶通红,脸上露出单心之色。 有时候,我都不得不佩服柳如烟的演技,简直天衣无缝。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演戏,没有当着他爸妈的面揭穿他。 首先,我没有直接证据。 其次,我要将他彻底推入周祥的深渊中。 多谢柳叔的关心,我们已经在调集力量查到晚发生的事情。 据说已经查到了一些证据,这话一出,我能够明显感觉到柳如烟的身体颤抖了一下,眼神也变得躲闪飘移。 果然是他,这一刻我更为确信。 小林,好好休养,身体是学习的本钱。 柳叔叔鼓励道,我的事情在学校传开,甚至住院期间学校校长带着老师们都来探望过,看到我依旧对高考充满了自信,没有因为这次的事情打击到信心。 他们都松了一口气,我在医院足足住了一个月。 这一个月内,苏承向学校申请过来陪学,学校欣然同意。 我是学校的一名,他是二名,而且之前还是一个学习小组的。 对于学校来说,我们一起学习的效率肯定也是极高的。 只是,我觉得苏承对我似乎有些太好了,除了学习探讨,还给我削苹果,喂橘子。 说实话,这种待遇我只在我妈身上体验过。 至于柳如烟,以前只有我讨好她的份。 你是来陪学的,不是来服侍我的。 我苦笑着看着她,苏承一脸不在意道,你是全校一,我是全校二。 说是我来陪学,其实全是你给我讲解题目。 我帮你做点事也是应该的。 她咧嘴一笑,脸上的小梨窝甚是可爱。 某天,我妈将苏承送出病房,走到我的床前,这女孩子真不错,逼柳如烟好太多了。 这些天,她就上次跟她爸妈来过一次,我心里冷笑连连。 她柳如烟恐怕做贼心虚都来不及,还赶来医院。 半个月之后,我出院了,苏承送给我一束花。 恭喜出院,我接过,轻轻一闻,很香。 等我回到学校,很多同学对我嘘寒问问。 甚至老师上完课都会过来跟我说两句关心的话。 这些温暖是我前世完全没有感受到的。 不过我依旧能够看到,教室外那两双阴毒的眼神。 柳如烟的装扮与之前变化了很多,可能是跟爸妈摊牌之后,她彻底不装了。 穿着露旗装,画着眼线,与周祥出入成对,当着众人的面毫无遮掩的秀恩爱。 甚至脖子上还有一圈红色的印子,看到她的这个状态,我脸上露出一抹冷笑,这两人挺配,千万别分开。 为了提升重点大学的升学率,一场分班考试开始,根据成绩的高低来分配班级。 晚上,柳如烟主动把我叫了出去,我跟着她来到走廊,周祥正靠在那嚼着冰狼。 有事,看着二人,我的眼中只有冷漠。 小子,听说你很喜欢我女朋友,想跟她玩一玩吗? 周祥眼中带着一抹玩味的笑容,随后将柳如烟推了过来。 柳如烟看着我的眼神带着一抹厌恶和嫌弃,但自己最爱的男朋友开口了。 他摆弄自己的身姿靠近我。 杨玲,只要你这次分班考试帮我们,我可以勉强陪你一晚,我会让你难忘的。 柳如烟伸手朝我摸来,我往后退了数步。 眼神中满是嫌弃,隐隐作偶,对于这个女人,自己已经产生了生理上的厌恶。 你们自求多福,我说完,重新回到教室。 笑话,想让我帮你们,你们也配吗? 你们只配在普通班里自生自灭。 二人在走廊上看着我,咬牙切齿,怒意冲天。 考试成绩出来,我依旧稳稳地待在一名的位置,苏承差我三十分位居二。 而柳如烟和周翔是全校倒数一二。 我看到成绩的那一刻,嘴角微巧。 这两人,很配,要天长地久,我进入了学校的万里班,很多人抢着跟我做同桌。 直到一个身影出现,让众人都黯然失色,纷纷放弃。 苏承笑起来很美,他看着我,同桌你好今后多多指教。 七,一束光,你怎么想着跟我做同桌? 我好奇地问道,苏承从口袋里拿出一枚棒棒糖递到我面前。 因为你全校一啊,我的目标就是追到你。 追到我,我淡淡一笑,三十分的差距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哦,苏承同学。 苏承露出阳光自信的笑容,那可不一定,说不定我就追到了。 我跟他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,嘴里的糖化开,嗯,很甜。 其实万里班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的压力,甚至所有的复习都跟不上我的进度。 我开始找些难度更大的题来研究,苏承也毫无意外地加入进来。 我们日渐熟悉起来,一起出入公共场所。 同学们交头接耳,有些议论,但更多的是羡慕和祝福。 中途下课,我跟他一路讨论刚找到的难题,一边朝着小迈步走去。 突然,我的余光看到一个篮球砸了过来。 我一把将苏承扯进了怀里,将球闲闲地躲过。 这都没有砸中,真是晦气。 柳如烟嘴里嘟囔一句,我的目光死死盯着他。 柳如烟,你别太过分。 话音落下,篮球场上以周祥为主的几个人围了过来。 你敢这样跟刘姐说话,找打是吧? 小子,仗着自己会考试就这么猖狂是吧? 会读书会考试有什么用,以后还不是打公仔。 赶紧给我们刘姐道歉,几人凶神恶煞,一副要动手的样子。 我将苏承护在身后,脸色冷漠地盯着柳如烟和周祥。 我劝你们都老实点,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两个做的事情。 那棍子上可是有指纹的。 这句话一出,柳如烟的脸上露出一丝恐惧。 他很显然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事情。 害我缺考自主招生考试,这对于学校来说是天大的事情。 只不过,棒球棍确实找不到了。 我刚才那话不过是吓唬他们。 周祥显然从柳如烟嘴里知道了一些情况,脸色阴沉地看着我,随后挥了挥手。 周围的人这才散开,我牵着苏承,气定神闲地走向小脉部。 直到走进小脉部,我才发现自己还牵着苏承的手,连忙松开,对不起刚才一时着急。 苏承脸色羞红,小声道,没,没事,我请你吃糖。 回到教室,他看着我,似乎鼓起了勇气,说道,杨琳你知道我为什么很喜欢吃这个糖吗? 我一脸猛逼,摇了摇头,他的眼神中露出一抹失落,不过转瞬即逝, 因为在我六岁的时候,我从孤儿院偷跑出来,看着小脉部的糖果想吃却买不起。 有个小男孩给买了我一根棒棒糖,还给我买了面包,他是我生命里的一束光。 从那个时候开始,我就喜欢吃这个口味的棒棒糖。 心里发誓等我长大了,也要请他吃。 我的眼神瞬间凝固住。 说实话,我对于那个时候的记忆并不是很清楚,只有个模糊的印象。 也就是说,当初给他买棒棒糖的人,是我,八,往事。 这些年,我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女人,那就是柳如烟。 我将她是做最爱,其他的女人无法在我心里有一点未知。 结果我的一片真心喂了狗。 我突然感觉那天苏承会救自己根本不是偶然, 对方也在默默关注着自己,这就是一往情深吗? 我似乎从苏承身上看到了我自己的影子。 其实,我,我的自主招生考试没通过,我当时并没有认真写。 我的养父母帮我申请了海外的名校,根据我的成绩可以直接录取,但我不想去。 我想跟你考去一个地方,不管你在哪。 苏承从口袋里拿出一个五角星。 这个五角星是用糖纸包着的,这个糖纸是你给我的那根棒棒糖上的。 我一直保存着他说话的时候,眼中泛着小星星。 但我的心却是乱的,像,太像了。 这跟前世那个愚蠢的自己简直一模一样。 我不能让苏承被我绑定了人生,他应该活出自己的人生。 以前的这件事情我早就忘了。 而且国外的名校多好啊,换我肯定就去了,傻子才不去。 我满脸的不在意,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。 听到我的话,苏承的脸上笑容僵硬,有些恍神。 你难道不希望我们能在一个地方上大学吗? 我倾笑一声,为什么要在一个地方上大学? 我们又没什么关系。 这句话说出口,我能够明显感受到苏承的身体颤抖了一下,眼眶也变得通红。 他转过身,坐正身体,不再跟我说话。 我知道,我伤了这个女孩的心, 但我吃过的苦,我不想他也吃一遍。 接下来的几天,他都没跟我说话。 直到班主任上台,一脸笑意地宣布一个通知。 恭喜苏承同学被海外名校录取。 全场同学的目光投射到苏承的身上,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 我的心如被针扎一般刺痛,但脸上也挤出了笑容,鼓起了掌。 苏承一脸假笑,大家为他举办了简单的欢送会。 我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平静和事不关己。 杨林,他准备离开的时候叫了我一声, 然后将五角星放在了我的课桌上。 祝你金榜提名。 九,更大的阴谋。 苏承走了,我每天依旧正常地学习, 他的离开似乎并没有影响到我。 其实没人知道,我的心里很空, 平时两个人的身影也变成了我一个人。 我爸率先看到我的异样, 问道,你是不是还放不下柳如烟? 他现在有男朋友, 而且我最近看到了他,变化很大。 你们,不合适。 我爸开门见山的模样, 但脸上还是能看出一抹不忍。 他以为我变得低沉是因为柳如烟有男朋友。 我笑了笑道, 我跟柳如烟这辈子都不可能, 我们注定是两种不同的人。 只是最近难题刷多了, 脑子消耗有点大而已。 听到我的话, 我爸这才放松地笑起来, 拍了拍我的肩膀。 明天晚上让你妈给你煲老母鸡汤。 临近高考, 大家的学习都变得紧张起来。 只有我, 依旧平静如水。 不管是任何的一次模拟考试, 我的成绩都没有任何的问题, 只是成绩排名上, 二名差我八十分。 那个差我三十分的女孩已经去了大洋彼岸, 本以为我就这样顺利地参加完高考, 然后开启大学生活, 彻底断开与柳如烟的交集。 没想到一场更大的阴谋出现, 时, 面目可憎。 关掉教室的灯, 我准备收拾东西回家。 刚出教室, 转角处的一个身影直接撞进了我的怀里。 啊, 你干什么? 你个畜生。 柳如烟衣衫不整, 肩带滑落, 大声地喊叫起来。 我的心中一惊, 这歹毒的女人想要陷害我, 我连忙往后退去, 树道身影已经将我包围。 赫然是周翔等人。 杨玲, 没想到你是个这样的货色, 敢趁着没人欺负柳如烟。 早就知道你暗恋柳如烟, 人家不答应你就来硬的。 这次你完了, 周翔手一挥, 五六个人冲过来将我按在了地上。 放开我, 我奋力地挣扎着, 眼神愤怒至极, 柳如烟, 你无耻。 柳如烟嘴里嚼着口香糖, 居高临下盯着我, 眼神宛如毒蛇一样阴冷。 呵, 杨玲, 你还不是栽在了我的手里, 翔哥, 你看着办吧。 周翔站在我的面前, 冷笑道, 你很会考试嘛, 这手确实秀气。 刚才是哪只手碰了我的女人来着? 哦, 两只都碰了。 那就把这两只手都废了。 周翔说着, 拖来一个凳子。 我此时又愤怒又着急, 如果手废了, 彻底无法高考。 柳如烟, 你真是贼心不死, 想要毁了我的人生。 但眼下的情况, 我哪里能反抗这五六个人的力量。 就在我绝望的时候, 一道刺眼的光芒射在了周翔的脸上。 助手, 班主任和保安及时救下了我。 柳如烟还装作一脸委屈地向我泼脏水。 老师, 是他, 他对我图谋不轨, 我衣服都被扯烂了, 周翔他们过来救我的。 太阳灵毁我清白, 我, 我不活了。 呜呜呜呜, 柳如烟梨花带雨地哭着。 我的心冷到了极点, 这个女人演戏也是天花板级别的, 真是毫无下险。 但老师怎么会去相信她的一面之词, 尤其是她在学校成绩垫底, 每天不干正事的态度, 每一个老师都知道。 周翔见柳如烟要来这一招, 当即挺胸抬头, 认真说道, 老师, 这件事情我们都能证明。 我们看到杨灵扑向柳如烟同学的, 而且还扯人家的衣服, 要把她给。 他们见回我的手不成, 转而准备诬陷, 让我被学校开除。 闭嘴, 老师的脸色前所未有的严厉, 我们学校都是有监控的, 什么是真, 什么是假, 一眼就判断得出来。 老李, 拘调监控过来, 你们一个都别想走。 保安们将周翔这群人全部围住, 显然这一次不可能就这样算了, 听到要查监控, 这群人都有些慌张。 柳如烟眼神躲闪, 道, 算了算了, 我不追究杨灵的责任。 我脸上露出一抹冷笑, 别啊, 什么叫算了, 我要的是实事求是。 做了, 我甘愿受罚, 没做, 按学校规矩处理。 听到我的话, 柳如烟眼中满是怒火。 低声喝道, 杨灵我这是为你好, 对你宽宏大量, 你什么态度, 别不知好歹啊。 看着对方气急败坏的样子, 我懒得跟他废话。 不多时, 监控调来, 清清楚楚拍到柳如烟一行人在楼梯间扎堆密谋。 随后柳如烟故意走到转角, 扯掉肩带, 对着我撞过来。 一切事实明了清晰, 你们真是胆大包天, 敢做出这样恶劣的事情来。 全部带走, 按规矩办事。 很快, 学校直接报了警, 同时把家长全部叫来。 周祥因为家庭原因, 家长根本不管他, 尤其是听到这种事, 直接就不来。 柳叔和阿姨不停地对我爸妈道歉, 说好话。 我爸妈的脸上写满了愤怒, 一言不发。 我知道, 我们两家的关系基本上消耗得差不多了, 而这一切都因为柳如烟。 老柳, 我看在咱们这么多年的情分, 这件事情不对你闺女过多追究。 之后, 我们也别来网了, 我爸开了口。 这次对方想要费了自己的手, 参加不了高考, 触碰到了他的底线。 不再管柳叔和阿姨的道歉请求, 我爸妈带着我离开了学校。 但我依旧忘不了柳如烟那双死死盯着我的阴毒毛子。 这件事情学校很看重, 我是学校重点培养的对象。 周祥他们要费了我的手, 就是要费了学校的希望。 柳如烟因为我爸没有过多追究, 留校查看。 至于周祥直接被开除, 为此, 柳如烟还跟他爸妈大吵一架, 要他爸妈找关系帮周祥, 甚至以自己的学业来威胁。 最后柳叔他们并没有妥协, 柳如烟直接搬出了家, 与周祥同居。 这件事情直接把阿姨弃进了医院, 柳叔也肉眼可见的苍老了很多。 而柳如烟这样做并没有讨好周祥, 甚至还经常被周祥宣泄怒火。 学校里开始流传柳如烟在外面不正经的流言, 他的名声彻底臭了。 后来我才知道, 这是周祥干的, 为的就是把柳如烟拿捏在手里。 本来我以为与他们彻底没了关联, 不曾想周祥竟然是条疯狗。 他没放过柳如烟, 他也没想放过我。 十一, 命运弄人, 离高考还有五天, 我一如既往地前往学校。 刚到学校门口, 一道喊声从后面传来。 杨林, 我回头看去, 瞬间汗毛直述。 那辆摩托车, 是那天晚上袭击自己的那辆。 而此时白天看得格外清晰, 尤其是头盔下的那双眼睛。 周祥, 他将油门拧到最大, 朝着我冲了过来。 这距离很近, 近到我根本没有安全躲开的可能。 看着那双眼睛离我越来越近, 我整个大脑一片空白。 突然, 一股强大的推力袭来, 我整个人朝着旁边倒飞了出去。 砰。 巨响从耳畔传来, 随后就是人的惊呼大喊声。 我从地上爬起来, 看了看自己, 完好无损。 关键时刻, 是保安大叔救了我, 周祥被抓了。 他袭击我, 被我躲过去, 摩托车直接撞在了学校的电动伸缩门上。 这件事情让我们校长怒得拍桌, 直接上报到上面。 周祥被从众处罚, 估计得关小十年。 这件事情之后, 学校在门口增派了力量, 学校老师也天天在门口值班。 我爸则主动申请, 这几天要亲自送我上下学。 晚上, 我在书房做完一套考卷, 全对, 看着眼前小方盒里放着的五角星, 我又想起了那个女孩, 自从她出国之后, 我就再也不知道她的任何消息。 苏承, 是我商部的一个女孩, 就在我晃神的时候, 手机突然弹出一条消息, 是柳如烟发来的。 本来我不想管, 但对方表示, 如果我不下去跟她见面, 就要来我家砸门。 我冷着脸走下去, 看到对方那张脸, 心中的厌恶感更强烈了。 杨玲, 你把这个谅解书签了, 柳如烟拿着一份写好的谅解书和笔, 摆在我的面前, 那种语气, 还是高高在上。 我打听过, 签了谅解书, 周翔最多就三年能出来, 我轻笑一声, 我凭什么签? 见状, 柳如烟再次扯下自己的肩带, 眼神中带着一种妩媚。 只要你签了, 我可以陪你一晚, 两晚也行, 我不是你的女神吗? 我可以给你想不到的快乐。 柳如烟说着, 靠过来, 我直接往后退了数步。 柳如烟, 我不是你的田狗, 你更不是我的女神。 你, 让我觉得恶心, 碰你一下我都觉得反胃。 说完, 我直接将谅解书撕毁, 头也不回地上楼。 柳如烟对着我的背影破口大骂, 但那些话没有任何的杀伤力。 她在我这边搞不定, 又跑回了家, 以此相逼, 让家里给周翔想办法。 这个晚上, 整个小区都不得安宁。 柳如烟走了, 还从家里偷了阿姨的银行卡, 连夜取走了二十万。 阿姨被气到住进了医库。 等阿姨出院, 柳叔直接带着阿姨搬离了小区。 他们已经没脸住在这里, 对于那个女儿, 更是失望透顶。 接下来的日子, 柳如烟没有出现, 我顺利完成高考。 高考结束, 我和爸妈来了一次全国旅游。 成绩出来, 我考了739分, 全省二, 全市一, 打破了是高考成绩记录。 那一刻, 我感觉我爸妈都年轻了十岁。 我再次看到柳如烟, 是在与几个要好同学聚会的晚上。 那不是柳如烟吗? 同学指了指马路对面大排档门口的一个女人。 如今的她身上满是风尘器, 跟一群男男女女在一起勾肩搭背。 我收回了眼神。 这个女人我不想再看一眼。 接下来的日子, 我开始准备去学校的事宜。 我的崭新人生要开始了。 平静的生活再次被不平静的事情打破。 一天晚上, 柳叔和阿姨突然敲响了我们的家的门。 二人老了不止十岁, 满头白发, 我还是礼貌性地打了招呼。 我爸询问他们怎么突然回来了。 二老眼神中露出悲伤之色, 如烟去世了。 十二, 相遇。 我也没想到, 再次看到柳如烟这张脸, 是他的遗照。 柳如烟拿着家里的二十万, 跟着一群男男女女私混, 疯狂挥霍。 最后一个夜晚, 他坐着改装的摩托车, 在隧道失速撞在路肩上, 车毁人亡。 当时柳叔二人去看女儿的尸体, 已经面目全非了。 殡仪馆内, 我看着柳叔和阿姨勾楼的身体, 心中无限感慨。 命运弄人啊, 柳如烟, 你真是个骇人精, 我开始了清北的学习生活, 逐渐淡去柳如烟对我的影响, 彻底忘记这个人。 但有个身影始终挥之不去, 甚至越来越清晰。 苏承, 那是我之前错过的女孩子。 我发现纵使用了大学四年的时间, 我都忘不掉她。 这四年里, 我没有谈过恋爱, 因为心里没有位置。 看着那没随身携带的五角星, 我做出了一个决定。 我要出国留学, 听到我的这个决定, 我爸妈自然是不舍, 尤其是我妈, 默默哭了好几次。 但她却依旧给我准备好衣物, 提醒我到了那边一定要打电话报平安。 我的心里也有诸多不舍, 但我想给我的感情画上一个句号, 不管结果如何。 飞机落地, 走出机场, 我站在路边, 拿出手机准备给爸妈打电话报平安。 杨领, 突然, 一道陌生又熟悉的声音响起, 我的身体忍不住一阵。 再次看到苏承, 我没想到会是在这样的场合里。 他脸上的笑容温暖阳光, 整个人更加亭亭欲力。 好巧啊, 你怎么来这里了? 苏承笑着问道。 我微微一笑, 原本在心中日夜翻涌的话, 这一刻却突然说不出来了。 只能像多年未见的同学一样寒暄。 我来这边读研究生, 你怎么会在机场, 苏承脸上带着幸福的笑容, 我来接我的男朋友。 男朋友。 这三个字宛如一把刀狠狠地扎在我的心口。 原本的那些话瞬间像洪水一般逃离。 他有男朋友了, 也是, 这么多年过去, 他谈恋爱也是很正常的。 这种结果我想过, 但真正降临的时候, 我心里却空落落的。 那个, 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去弄, 我先走了。 我没勇气去看着他跟他男朋友亲密的样子。 我败了, 像是一个逃跑的士兵, 以后有机会在一起吃饭, 带你男朋友一起。 我强行挤出一抹笑容, 拖着行李走向旁边的车。 转身的那一刻, 我感觉无比酸楚, 眼泪似乎要独眶而出。 但下一秒, 我的手却被一只温暖的手握住。 我转过身, 眼前的女孩已经泪眼婆娑, 脸上却写满了幸福。 傻子, 我接的人就是你啊。 全文完。 我先走了。 我先走了。 谢谢大家